这走出来就不见了 白衣男子站在邮局门口 召集地向警察说 他停在这里的脚踏车 原本置物栏里有放他的皮夹 进去邮局办事情出来后 却发现皮夹不见了 而且里头还放了厚厚一叠的 千元大超 担心是不是被小偷拿走了 原警马上进入邮局和附近店家 帮他调阅监视器 看看皮夹又没有被偷 却发现一路上都没有人 接近他骑的脚踏车 因为没有人接近你的车 逢你来倒离开 找不到皮夹的地点 在台中市的大致邮局 皮夹主人是一位40岁的灵性男子 当众人跟着他一起苦闹 向着皮夹到底在哪时 灵性男子突然想起来 会不会放在另一台脚踏车上 原警开车到灵性男子 换车的租借站寻找皮夹 果然在另一台脚踏车的置物栏上 找到遗失的皮夹 连同厚厚一叠千元钞 躺在那里半小时 都没有被人捡走 很多钱耶 没有错嘛 灵性男子看到皮夹后很开心 才回想起来 当时他骑着租借的脚踏车 发现骑起来不太顺 骑到大理区大致路的U-bike站后 换脚踏车 在骑到距离大约1.1公里远的 大致邮局办事期 就在这时候 忘了拿走放在置物栏里的皮夹 脚踏车又有故障 所以临时又换了另外一台 警方立即前往换车地点 巡获该男子全包 灵性男子的皮夹适而负得 厉头的一大碟千元钞票也都没有少 他很感谢警方的协助 也很讶异皮夹没被捡走 结束这场乌龙禁魂祭 华视运营宣伤音乐台中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